而且因为你知道你的脸就是冷峻的那个脸 其实完全不是 我完全不是 我是完全是一个 但是别人看不到你生活当中 别也看不到我生活当中的样子 没错 就是很多东西你没办法解释 后来就算了 就不解释了 我老觉得不需要解释的人生是很牛的 是 我尽力在做 牛 我一直都是这样 别人说我什么 我都不甩他们 我有一阵子会神经之道 上网一看到我的名字 我本能出汗 你会吗 我不会出汗 我真的连看我的名字都不想看到 我从来不是想 特别经营我自己的形象 我只是说我喜欢做什么 就做什么 不管做事怎么样 演戏怎么样 我觉得起码我是善良的人 对吧 我不是坏人 怎么开心怎么来了 真的我觉得只求一点 就是说有好戏拍 有贵人提点你一下 我觉得够了 其他我都可以不要 你都可以不要 除了家庭 除了家人 除了亲情 其他我都可以 你都可以什么 没什么道理 我觉得就是常常会想这样的一件事情 让自己活得更舒服一些 常常会想这件事情 让自己活得更自带一些 那你的状态还是 你的心理素质还是不错的 没办法呀 一定要逼着自己去强大 我觉得 要不然很难 我觉得我超级强大 被超级强大 给你被 所以你这两年真是经历了好多 我知道 明白 我觉得我自己舒服很重要 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改变 是 上次我们采访的时候 就你整个的身体状态 还是 对外界是有一些防御的 那种感觉 那时候没办法不防御 因为等于刚开始面对 就巨大的那种观点 对 那时候好可怕 对 那时候我觉得真的不敢出门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我干嘛 我又没做错事情 干嘛不能出门 所以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我觉得我很坦率接受的 包括你结婚什么的 你粉丝跑光了呀 那本来那个 我们那个官方的那个 本来是不知道多少人 后来就减了好几万就没有了 就取关 对 这个对对对 真的 对这个是多知己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没有微博 我们官方的工作室有一个 那我觉得就是 要是我的话 我的生活还是比较重要 对 我觉得生活大于一切 现在我觉得反正会要 不只面对自己 还面对 当然 当然 也很好 面对 但其实每个人都会有 那么一段时间就觉得 这一生我将跟我自己相处了 对呀 你肯定也就有 我有啊有啊 我们上次做的时候 上次那时候 你真的就属于那个 哎 你发誓那时候 你还没跟你们家太太 谈恋爱呢 那时候 15年 15年12月 我在冬天 对吧 好像有比较 比较 比较近一点 但是还没有到 还没有那个 就属于那个子 那纸还没有统透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想 你不可以误会我 我不是说 我明白 我明白 基本上 我明白 我都还是说真话 我明白 但是就是说 有些事真的说不清的 每一秒钟 每一分钟 每一天 都会改变你的一生 你在情感上 是一个幸运的人吗 就以前的经历来说 我那个精神层面 是要求太高了 变成有点 精神洁癖那种感觉 但是我还是觉得 如果碰到的话 那是一个很幸福 很幸运的事情 我觉得一个人 未必 未必就不幸福吧 两个人 你就未必很幸福吧 是吧 我现在唯一好奇的 就你刚刚感情 那层杀势 还没有那个捅破的 那个时候 然后你当时 面对我的那个时候 你的心理状态是什么 那时候就是实话实说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 那个描述很小的 也不确定是怎么样 我记得你当时 你说你是有感情洁癖的一个人 有感情洁癖的人 其实挺难相处的 是啊是啊 第一次上你节目的时候 那时候觉得 15年年底吗 对对对 我是打算一个人过一辈子的 你所谓的一个人生活 就是连偶尔的恋爱都不谈 恋爱还是要谈谈 但仅主于恋爱 而且这种恋爱 可能不是那种什么 很深刻的 也不会有结果那种恋爱 不用有结果 就是在一起 我觉得开心就好了 不用一定要 要谈论到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我那时候 唯一想就是说 那我那么辛苦工作 赚钱 那我死了以后 这个钱给谁 我不知道 那捐出去也可以 那没想明白那时候 我一直跟他们讲 我说我在感情上是一个 就跟我的年纪不太相符 就还不是 我不属于成熟的那种 我相信 就是那种一见钟情 我老跟别人说 我说我对于那种 就日久生情 这事我不太理解 比如咱们俩认识了十年 一直是朋友 然后有一天 我突然觉得 我看你不一样了 我突然就喜欢你了 我就不是这样的 一定是过去十年当中 两个人怎么阴差阳错 那个时间没有对上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你跟 欣如之间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 而不是说日久生情 不是说十年 我们是朋友 怎么慢慢的 量变到质变 我觉得不是 不是 就是 其实认识的时候 也不是说没有感觉 都是有的 但是因为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你不想破坏 这个友谊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为什么一定 就是会破坏友谊呢 因为我没有把握的 对啊 我对这种 我对爱情 其实只有女的才会 没有把握不干那些 我从 我最没把握就是这种事情 你说工作什么 我觉得我有一定的把握 老天哪 我一定不能碰到一个 这样的男的 千万别碰到 千万别碰到 这样的男的 我死定了 对 那时候因为 真是很好朋友了 然后 你一旦产生了 另外一种感情的话 那么 万一没有处好的话 我觉得连这个朋友 都做不了了 那何必 何必呢 维持这么 这么长的一个友谊 然后他可以像 哥们一样的 这样子 这很难的 所以你真的 我没有几个朋友 说真的 真的没有 他不约我 基本上 我没有什么人约我 你知道吧 对 然后就觉得 这样感觉很好 不想失去 对 我明白 就那种害怕 对啊 很害怕 就与其我什么都没有 不如有一点点 对啊 对啊 有这一点都很好了 为什么一定要强求 说一定要 晋升到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 这样很好啊 所以就是时间到了 才可以 对 对 这样才可以 对对对对 一个男人 他觉得 我自己的事业 没有到一定程度的话 我可能 不能够 不能够在生活中 去做某些的改变 跟安排 对对啊 因为他已经是 工作那么久了 他有他的 既定的这种 位置跟模式 那如果 作为我来讲的话 如果 我不能照顾她的话 那我觉得 这个我不敢